东北角岩辽金黄色的沙滩非常美丽 不过这里却是危险海域 就有游客直击 一名管理员竟然是拿着长棍 怒气冲冲的在海中挥着棍棒 要来驱赶外国游客 虽然是出于好意保护大家 不过因为游客闯禁区发生了冲突 事后这名管理员已经被扣一个礼拜的薪水 这名外籍游客碰到管理员 两个人在海中扭打 原来这名外籍男子日前在台北县 沿了海滨公园游泳细水 但是他不知道这是危险的海域 有告示是禁止游泳 只能开放沙滩区 这位管理员上前制止准备驱离 但是因为他脚步受伤 拿着木棍边说还边挥舞 应该是两人沟通不良 但是看起来就像在打架 被人拍起来扣上网路上 被批评说我们的管理员 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你劝不听啊 然后可能我们管理员 有比较口气比较不好 我们也很抱歉 然后沟通真的不良啊 真的很可能是沟通沟通 言语上的问题 不过海边确实有禁止游泳的告示 双方应该要彼此的尊重 有理才能走遍天下 这位管理员被罚一个礼拜的薪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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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